那最近很多花友在问我 说阿辉发生什么事了 你的龟甲龙怎么没有更新后续了 这其实你看我没有更新 也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们还非要往我伤口上撒盐 讨厌 那我这次的龟甲龙呢 真的是损失惨重啊 感觉就没发芽几粒 然后给大家看一看吧 像这个是可以看到了 发出来了 这个是吧 它之前那个跟被我弄断了 然后好像又重新发出了一个芽 你看这有两个芽 比较奇特啊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吧 这里还有一个大白腿 看到没有 两个了 然后这边还有两个 三个四个 三个四个 一共四个 一共就发芽了四个 别问 问就是四个 那总结一下失败的原因呢 第一个就是这个红土干的太快了 我之前发霉了 然后就开盖波 开盖波 结果发现两天就干了 没有及时给水 可能就前功尽弃啊 所以呢提醒大家 即使有一点点发霉 这个种子外面有一点点发霉 都不要紧了 里面是好的就可以 它会继续长的 所以呢我建议 下次如果你们还用红土布啊 多加点自食 因为这个干的实在太快了 第二个呢 就是温度原因了 因为之前广州一直在25度以上嘛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了 但是忽略到我这边太阳西在啊 然后 那个室内温度吧 加上补光灯 其实比室外高啊 我大概 在室外我觉得 穿短袖非常凉爽的时候 到室内我还得开电扇 就很闷很热的那种 所以我估计温度也有点不合适 然后现在温度不是降下来了吗 降温大概一周以后 就开始慢慢出芽了 我感觉这些后续都会出的不错的 到时候后续再给大家拍个视频 跟一下 那总之呢 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因为我朋友自己试播 他出的非常好 然后我也卖了一份出去 那个朋友大概是14天之后找我的吧 问我阿辉你发芽怎么样 我很遗憾的告诉他 我一个都没发芽 我以为人家也是来说什么退款售后的 虽然总之不爆发芽率吧 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我这边买的 一个都没发 我想我也是给他退钱嘛 然后结果人家跟我说 他发了很多个了 问我发的怎么样 好家伙 我当时就直接破房了 我一个都没发 你竟然告诉我 你已经发的不错了 那你让我这种拍视频的情何以堪 对不对 不过还好 问题不大 因为我比较诚实嘛 我播的时候就说了 我自己今年第一次播 所以也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事情发生 明年大概就知道了 可能还是需要温度在低一点的时候再播 还好我从来不在网上装什么大神大佬 然后也没有什么任何包袱 死了就是死了 看我视频也知道翻车非常多 你看各种多肉之间的跨属之间的养货千差万别 你看从景天 屁屁 龙舌兰 漏锥 快跟 球精 然后还有空气凤梨 还有如晦 这些其实跨属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我现在大部分也只能说是养活而已 并没有说养的很好 但是我球呢就感觉还可以自己养的 所以呢 也是把自己的经验给你们讲一讲 之前我不是拍那个漏锥还有PP换土的吗 我说其实我拍视频现在目的还是很简单 就是记录一下自己的养花嘛 然后我看一下这个配图会不会好用一点 然后我就看到一条很有趣的评论啊 就说本来我是抱着学习配图的经验进来的 然后一听到你说经常养死 我就赶紧退出去了 不看了 那我觉得这个看名字和语气呢 应该是个妹子啊 女粉简易 真是个忧伤的故事 但是还好啊 问题不大 我跟大家也讲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可能没有真正的在广州养过 你很难体会到这种夏天整片整片死的 那种感觉 包括为什么广州本地的景天大棚基本都关了呢 只有在秋天的时候才会重新开 就是这个原因了 你夏天去他们的大棚看一看 真的是使得非常惨烈 包括生石花的棚 广州没有吧 那广州有的是什么棚呢 兰花棚有 然后石湖棚有 然后空气凤梨棚有 这些说明都是在广州可以活得比较好的啊 然后先人球棚广州就是非常非常多了 各个楼顶特别多 只是说不对外开放而已 因为球的价值比较高嘛 就我个人觉得吧 我今年比去年是有进步了 今年景天的死伤率应该在30%以下了 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非常满意的范围了 但是PP呢还是不太理想 PP可能去年死了30%吧 今年也有死20%左右 觉得没啥提升 但是景天呢应该提升了蛮多 然后先人球的话 这种就塞死了一个赤花焦粒吧 然后还前段时间死了一个月之铜子了 感觉就比较少吧 自己数都能数得过来 十二卷呢也还好 十二卷应该10%以下吧 那我个人觉得呢 养这么多跨属的植物 你能把综合食伤率控制在5%以下 就是非常牛逼的啊 当然这也不是自吹什么 因为我养的的确就很一般的那种 没有把自己当什么大神啊 也不要叫我大佬 我是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比较有用的配图经验和知识 你们觉得好用呢就拿来用 觉得没用呢也不要骂我 这样就OK了 那我个人呢也是有90%以上的把握的 才会跟你们大胆的介绍 比如说这个红土啦 我就跟你们说养球可以加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自己实践了也有 然后其他周围的小伙伴也有成功的经验 所以才敢跟大家讲 因为我觉得网上这个东西嘛 你讲话多少还是要负点责任的 不是像其他的有的 我看到有的拍养性能球视频呢 就上来就是加点缓势肥 加点这个加点那个 然后丢到太阳底下暴晒 哎让他来广州试一试 保证分分钟让他团灭啊 那我个人是这样子想 在广州不是公认的多漏地域区吗 如果在地域区这些经验都有用的话 那到你们其他地方肯定就更容易养啊 是不是 你说如果我能在广州把PP养得临时伤 那我觉得我的经验肯定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只是我做不到啊 所以我现在不是经验分享 只是一个视频记录而已 好了那讲了这么多就到这吧